狂暴光环削弱之后 现在超兰越来越难打了 我现在的技能搭配就是女王带隐身和这个天使 润土的话 你如果说有令牌的话 带飞盾和长毛是更好的 带这个加速和野猪 因为很多那种跳弹加弹炮弄中心有间隔的动地方 很多那种大杂和骷髅啊 润土带加速和野猪感觉没有这个 飞盾和长毛好用啊 不精神缩短了几秒钟啊 现在 现在只有八秒钟精神可以用了 感觉的话还好吧 也不算特别大的削弱 超兰的配兵的话 我个人感觉还是得带德鲁伊和超兰天使的话 我也尝试过 感觉是挺难三星的 它不稳 但是德鲁伊超兰的话 加上飞艇会是比较好打的 顺便的话给大家打一下联赛啊 现在我们这个冠三联赛啊 都是打往下打的 这个前面的一号都不太想打了 你看还有个一星的 平常都随便三星的 现在一星两星都能打出来了 说明现在这个部落游戏啊 正在 逐渐的变难啊 给大家看看一号的阵型啊 这个阵的话 南胖打也挺难打的啊 晴天珠在下面这个位置 如果说我用飞艇爆本的话 那我就得全程吃鸟炮的杀哈 但是我感觉我的德鲁伊超兰是能顶得住的啊 前提是引出云冰的情况下啊 配命没有问题 来吧 先点女王吧 两个气球是拿来 看黑雷的 然后我们直接开飞啊 不是 我感觉他们基本上是不坑飞艇爆本的 因为这个打法的话 很少人用啊 你看超难有几个人玩了 那除了我玩了 已经没有几个人玩了啊 ok 我排技能 没事 咱们的话女王带的是天使 所以说无所谓啊 就算开局被打出来就被打出来嘛 女王只要稍微保的好一点的话 后续咱们是能打的 丢毒 直接丢勇王 先把这个圆兵打了 然后确定好女王的走位啊 这里话可以左边放个关键手吧 这样子可以亲一下边啊 女王应该会往右边方向走了 超炸开城墙 龙宝亲个边放个蛮王 丢使徒人拉放 小友王对面没有云兵之后的话 我们三星率是比较高的 放一个超炸开城墙 抱一下 这边的话直接丢弹跳 丢正中间啊 蛮王直接开大招啊 把这边亲一下蛮为绕进来了 那补一个狂暴 右边方向可以补论土直接收尾了 但是的话是有令牌的话啊 咱们就飞动和场墨啊 没有的话 那你就像我这样的 后面再补德鲁一样 而且的话这个德鲁一很容易跑片啊 这个时候鸟泡还在砸是吧 开个精神啊 这论图一跑过来这里啊 论图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啊 这连弩的话也不知道锁谁啊 这里不再补个狂暴罗 再打个爆发 论图这个位置 哇是太难受了 对面蛮王的走位 冰冻冻一下吧 虽然说没什么用啊 这个超大开 哎呀 我想开这堵城墙的 但是也还好 摸掉了对面的跳蓝江东炮啊 论图加野猪把上面收掉 放个法师 现在不知道大家都玩什么流派 应该是那个三八大火球流吧 感觉其他流派的话不算是特别稳啊 我超难的话 我有时候我都打不了三星了啊 对面这个一号还算是比较好打的 如果说是那种 投石炮连弩全部冲稳的 我觉得的话都可能有点难打了 四十多秒钟时间的话 这把应该也是三星了啊 主要想分享啊 最近更新了 我感觉这个游戏还算是有点小难度了 打的也有点意思了 之前太容易三星了 圈可能输给你一直滑呢 那联赛全是三星 有啥意思 现在的话啊 他们打一星了 爽了 那么我是小星的 明天见拜拜